哈囉 大家好 對 然後呢 我今天要拍的影片是呢 拍照姿勢 對 那我要 祝福你們 新年快樂 兔年行大運 那我就是要跟 我要祝福你們 我相信很多人 的拍照姿勢都有所不同 對 你知道我這一拍錄多久嗎 我已經很多次NG了 超難拍 真的很不想拍 沒有 好啦 我們就不多說 直接開始我的表演 那現在 現代的 現代的 女 女生 和 少數的男生都很喜歡在 戶外 或是 家裡拍照嘛 那我就 就是 對 然後我就 來跟你們分享 我的拍照姿勢是 什麼樣子的 那第一個拍照姿勢 大家應該都是 滿熟的 就是 筆頁啊 然後 就是筆頁啊 對 兩個頁啊 就是會 什麼標準的 拍照姿勢 應該沒有人 不知道了吧 對 就是看起來會 呃 呵呵呵 對 那第二種 拍照姿勢就是 大雷 之前不是 前陣子不是 韓國很紅的 大雷嗎 抖音或是 Youtube 不知道 就是 爆紅的那一種 對 第三種方式就是 就是 就是 這樣的 就是筆頁然後呢 這樣 這樣 對 就是感覺起來 就是會 你到達什麼目的地 然後呢 就是 這樣 感覺 對 感覺就是 很好看 對 Nice 第四種方式的話就是 摸頭 遮太陽的 這樣 就是直的 然後直 摸頭 對 就是 嗯 比較呆吧 就是會很好看 我不是專業的人 我不是專業的人 所以我講話 就是 我就是不會講話 對 對 我就是 我 嗯 我不是專業的Youtuber 但是我 很想跟你們分享這些 事情 對 大家 趕快去 給我訂閱起來 然後開小鈴鐺 這樣才會收到影片的通知 對 趕快去訂閱起來 一定要訂閱喔 那第五種 拍照和姿勢就是這樣 感覺自己很熱的感覺 然後 然後就是 如果你穿 太露什麼的 你就 吃 這樣 就是 要讓別人看到 你那個 就是 太露的 現象 對 第六種 拍照姿勢就是 這樣 就是 你頭髮布後面啊 這樣 看 後面 就是 感覺會比較漂亮 比較美 對 很性感的感覺 很有 個性 很有態度 對 這樣 你也可以看旁邊這樣拍 然後就是看 別人在 很像看別人在做什麼 事情 一樣 對 那我們以上六種的拍照姿勢 大家都學起來了嗎 有可能你 就是 是平常拍照會 用到的姿勢 有可能 有可能 我有些 看到就是 沒有 沒有 講到 你們 都可以去我的 IG 看 但是 我不一定會發 啦 對 IG在這裡 你們都可以去追蹤 但不一定要追蹤啊 看你們想不想要追蹤而已 對 我們的影片差不多到這裡 結束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用這隻娃娃來蓋鏡頭 超可愛的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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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